在台灣有八到九成的九遭性患者 會合併入行蠻蟲增多症 造成皮膚的發炎泛紅 但因為蔥底很小 我們肉眼看不到 臉上常常會癢嗎? 一定是敏感肌嗎? 以及敏感肌應該怎麼改善呢? 相信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 在逛百貨公司或者是醫療院所 開心的買了精華液之後呢 回去就會 吻一吻 感受它的質地 很開心 啊 有點刺刺癢癢的 我紅了嗎? 一點點 我到底是敏感肌 還是皮膚過敏了呢?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 先要區分什麼是肌膚過敏 什麼是敏感肌膚 肌膚過敏指的是 當皮膚接觸到特定的過敏原 所引起的發炎反應 最常見的過敏原 像是香筋、防腐劑、粉塵、塵蟎等等 或者是吃到了蝦子、芒果 皮膚會有搔癢整治的反應 那什麼是敏感肌膚呢? 英文是Sensitive Skin 敏感肌是一種皮膚的狀態 但它不是一個疾病 對於正常的外界刺激 比如像是換季、冷熱、化妝皮等等 出現不正常的刺熱、痛癢的感覺反應 病裡的表現是表皮的角質受損 加上感覺神經過度反應 刺熱、痛癢的感受為主 它不一定會有紅疹的出現 敏感肌的表現 常見的五大症狀分別為 乾燥、粗糙、脫血、搔癢、緊繃 問你喔 過敏肌是男生多還是女生多? 當然是女生啊 為什麼? 因為女生都喜歡擦一些保養品在臉上 或者是化妝品、打雷射 這是女生最愛的 所以我覺得是女生 答案是對的 主要是還有一點 就是男生他的表皮層通常比女生厚 所以男生常常被媽是厚臉皮 厚臉皮 再來男生的油脂分泌比較多 所以它可以保護我們皮膚 所以過敏比較少 但是你知道嗎 最近男生跟女生的過敏比率 越來越拉近的距離 因為男生開始注重保養 說到這裡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我們保養是要讓皮膚變得更好 那為什麼保養越多反而敏感肌越明顯呢? 事實上是這樣子的 很多保養品裡面有添加了酸的東西 那你打完雷射也好 或你過度的去角時 讓我們皮膚變得相對比較脆弱 這時候你應該讓它休息 而不是一直塗抹 那很多人都以為是自己保養的不夠 就拼命拼命擦 所以造成一個惡性的循環 很多敏感肌的客人 用了保養品 還是沒有很大的效果 是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所謂的敏感肌膚 它是皮膚疾病一部分表現 它如果沒有被診斷出來 對症下藥 那只靠保養 往往效果都不好 真的嗎? 不然呢 我舉幾個例子給你聽好了 好 最常見的有久躁性皮膚炎 又稱玫瑰般 它臨床表現是在鼻子、臉頰 出現玫瑰色的泛紅腫 血管擴張 並有灼熱、陽感或刺痛感 它可能會針對特定的刺激 就引起一個發紅的反應 那常見有的是曬太陽 運動後 戴口罩吹冷氣、喝熱湯等等 最後皮膚就有發炎的反應 除了皮膚泛紅之外 還會出現脫皮的狀況 這時候跟過敏其實很像 但是有時候它是以發炎的 秋疹或濃泡表現 那必須跟青春痘來做鑑別診斷 在台灣有八到九成的九遭性患者 會合併乳性蠻蟲增多症 造成皮膚的發炎泛紅 但因為充體很小 我們肉眼看不到 那可以透過驗蟲的檢查 再請回進底下輕易地看出來 那如果用適合的藥膏來殺蟲消炎 效果很好 第二個是止肉性皮膚炎 它發生在皮脂線比較豐富的地方 比如像是頭皮、眉間、鼻側、耳厚、胸血等等 特徵是皮膚會紅紅的會有脫屑 有時候結痂會非常的厚 以及比較濕潤的傾向 那這個疾病耗發在嬰幼兒 以及30到60歲的中年人 特別在秋冬季節 或者是你壓力大、睡眠不好 第三個常見的叫做異位性皮膚炎 在台灣這很多人得 算起來大概有150萬個患者 它是屬於小孩子的疾病 所以它有85%的症狀 會在5歲以前就開始呈現出來 症狀主要在臉上、脖子、四肢 會有紅疹、脫皮、乾燥、脫屑的表現 通常會合併氣喘或過敏性鼻炎 那值得一提的是說 它小時候會發生在我們的手肘外側的地方 那慢慢長大之後就跑到內側來 那特徵是它夏天很怕熱 那冬天會怕乾燥 如果確定不是因為疾病引起的問題 敏感肌我們要怎麼改善呢? 其實只要掌握三大方法 是可以解決的 溫和的清潔 清潔 清潔的時候盡量避免使用 含有SLS的介面活性劑 或者造型的清潔用品 以免造成肌膚過度的清潔 讓敏感肌變得更脆弱 第二個 要選擇成分單純的乳液 一般保養品成分中 多數會添加了 酒精、香精、人工色料 跟POWER粉的防腐劑等等 藉由提升產品的視覺 跟嗅覺的愉悅感受 以及延長保存形成 讓消費者更容易購買 針對敏感肌 我們可以選擇 保濕跟舒緩成分的保養品 比如說像是有神經吸安 玻尿酸 紫草 維他命B3、B5等等 第三 要避開危險因子 可分為外在、內在跟疾病 外在包括紫外線的曝曬 吹到風、淋到雨等等 還有避免接觸到酒精、香水 甚至一些瓜糊用品等等 內在方面 你知道嗎? 心理會影響生理 當我們受到一些情緒 壓力的時候 皮膚其實會產生一個很不好的反應 那再來像女生月薪作息也會比較不好 還有就是作息 盡量不要熬夜追劇 飲食方面盡量選擇圓形的失誤 一般含有一些香料 或者人工加工品色素 再盡量避免 最後疾病 剛好提到了像 酒糟性皮膚炎 指頭性、地位性 其實還有更多像乾癇、痘痘 這些也都是要去排除它 要把它治療好 才會能改善你皮膚敏感的表現 我總結一下 我們其實很多所謂的敏感性肌膚 它只是皮膚疾病的表現 只是這個疾病還沒有被診斷出來 所以當你覺得皮膚有敏感或過敏的時候 要究竟找你信任的皮膚科醫師看診 而不是一直擦保養品 喔